今天这次呢 终于轮到我要出国了 这个是女孩 据说这间早餐店 算是台北十大必行的早餐店 超丰盛的 超多的鲁肉 然后我自己试了 试吃了一口 哇 超好吃的 你看看这个麻薯丁 你看它的量超多的 尤其是它的那个花生 跟它的那个黑芝麻 你看 谢谢 大家好 我是Atikus 现在的时间是3点45分 然后我人就是现在在机场 每次影片你们都看到 尤其是今年 Jazzball跟Atik 就是拼命的往国外飞 唯独我 Always是不是在槟城 或是在家乡 今天这次呢 终于轮到我要出国了 这次的旅程呢 就是我跟我女朋友两个人罢了 然后我们的目的地 就是去台湾大概一个十天左右 因为我自己平时呢 都是还蛮喜欢看那些台湾的频道 尤其是那些美食频道 像是千千啊 金针菇啊 所以每次看到他们介绍这些台湾的食物 真的是毫不夸张的 都是在淋着口水 看他们介绍那个台湾的美食 所以这次呢 十天啊 我就是有 设定下一个目标 真的是要把所有台湾好事的食物 每个吃个遍 所以第一次做这本新鱼的航空 然后听讲新鱼的航空的食物很好吃 所以我还蛮期待一下 还有一个是什么 是我的德国家 新鱼航空的航空 是我的天使鱼航空 真实哦 太红色了 因为我在旁边穿着和鸡航空 到外面讲什么 我们的飞机餐 刀其实还蛮丰盛 水果啊 辣啦 我最爱的餐铁面包 还有这个看起来还蛮不错 这个海星意大利面 还有这个最后一个就是它的那个 小饭糕 鱼鱼鱼鱼鱼鱼 就是口味有一点点小蛋白 是大致上还是好吃的 大概才有两个小酥酸醋 等等就可以迷达台湾了 所以大家要注意台湾见了 就是终于check in好酒店啊 我们是住在台北的大岸区 明天开始就会去附近寻找 看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今天会好好的充电 明天就会开始出去玩了 顺便简单给大家开箱 看一下我们的房间 我觉得我然后还是算是蛮干净 还蛮满意的 这是它的厕所 你看真的是白到白亮 不会有那种黑黑的无垢 早安睡 早上就是睡到有一点迟了 所以现在就是赶着去吃早餐 因为我们早上就是打算去吃 一间叫做 乐口福的一个台湾早餐店 据讲它的这个台湾早餐店 是很多当地人平时都很爱来吃 是个打包的一个早餐店 所以我快点去那个店了 过后点了 才给大家看看一下 我们到底点了什么东西 我们才教一下我们的食物 就已经到了 讲这个时候 速度还蛮快的 然后据说这间早餐店 算是台北十大必食的早餐店 所以我们点了这个阿嬷的烧肉 还有这个主厨乐口卷 你看它好像全部少了一点一点 是因为我的女朋友刚才在我去开他的店的时候 已经是偷吃掉了 现在就我帮大家试试看那个味道 一口辣椒其实它的饼皮还蛮脆的 然后你可以吃到它有一种很香的那个羊抽味 但香也是包着那个肉 它的肉的肉感是属于比较小材小材那种 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不会有腻 所以我再试试看看这个是主厨乐口卷 其实这个更香 它是有很多那个玉米 在它的蛋饼里面配上芝士 它这个味道比较简单 很有那种玉米的香甜的味道 这个还蛮推荐大家 吃起来会很有满足感的一个早餐 这是该那个老板特别推荐一定要点那个奇异果 饮料 哇这个很refreshing 它里面其实不只是饮料 它还有很多那个奇异果的果肉 我觉得它这个会这么多的点 是因为它很解腻 你不知道它东西还是会腻的嘛 然后这个就是给你一种refreshing的感觉 所以有来台湾的其实还蛮推荐来这间店试试看看 所以我这个台湾的第一餐我觉得算是10分 满分真的是可以拿到10分 是超满足的一餐 它真的是可以做到每一口都非常的酥脆 而且是有那种葱油的香 我自己是讲真的非常的满意 我现在人就是来到西门丁朗 因为我就是在Instagram 大家就是介绍我这里有什么好吃的食物 然后蛮多人跟我讲 一定要吃阿中面鞋 天天粒乳肉饭 本愿豆花 所以这个就是还蛮多人推荐 我一定要来吃这个本愿豆花店 很巧的是我看到原来这个天天粒乳肉饭 也是在旁边罢了 所以我现在就会先去吃一个甜品 因为刚刚吃一个主食了嘛 然后过后再去吃这个乳肉饭 所以你就是可以选择你想要的豆花 然后就是选那个配料 现在在这个本愿豆花 然后时间大概是4点半小午 其实台湾还蛮热的 因为我来的时间是5月嘛 是夏天 就是特地来吃这个本愿豆花 结束一下 所以它里面其实料还蛮多 你看它里面就是有这个芋圆 然后有这个仙草丼 然后还有就是很多豆花 你要加冰还是加甜 都是ok的 所以我来试试看一下 哇很清凉 这个时间吃这个甜品真的是刚刚好 因为真的是很热 而且你想不到其实豆花还跟这个仙草丼 两者加在一起其实还蛮合选的 而且它的豆腐是真的很刮 吃看它这个芋圆 像我们马来西亚那种 铜水这样啊 黑糖的那种汤底 所以它就是黑糖的那种汤底 而且它不会太甜也不会太腻 它分量有点大 所以两个人现在应该算是刚刚好 所以这样一大碗 其实它还购你55元 不然我觉得还算是蛮值的 而且我觉得它厉害的地方 其实是它的这个汤底 给你们看一下 它是偏不腻的那种 所以你可以一直很耐喝 所以才刚刚吃完那个豆花出来 给你们看一下 超夸张的 我本来是打算去吃这个 天天力的揉揉饭 听讲是一定要吃 结果已经是大排长龙了 给你们看一下 我想竟然都已经大了 就排队排看看 所以你一进来 就是会给你一张这样的菜单 天你想要吃的东西 所以我就点了一个大的揉揉饭 加肉 然后点了它的那个招牌的萝卜糕 我刚才看它在外面煮的时候 看了有点流口水 然后还点了这个 ORZ ORZ我自己不是很爱吃的 可是我女朋友要试一试 我就给它拆看看 OK 所以全部食物来了 哇 超丰盛的 看了这些是胃口大开的那种 你们看一下 是不是感觉这个 乳酪饭有点平平无奇 因为它的那个全部的乳酪 就是藏在它的这个 蛋下面你看 超过的乳酪的 所以我还蛮期待的 所以试试看看 有偏那种黑胡椒的味道还蛮重的 就是有惊喜到的 第一次吃到这种味道的乳酪 而且它的那个汁不会太咸 你可以味道它的那个酱汁是浓稠的 真的是包裹在饭 所以吃起来还蛮下饭的 我是吃到它就是偏瘦肉多一点 所以你吃起来每一口都有那个口感在 而且它的那个料汁是给它够多 所以每一口你都是可以吃到那个乳酪 再来试试这个萝卜糕 它跟我们马来西亚那种早餐的点心店 萝卜糕有点像 可是它特别的是在 它有一个咸咸甜甜的酱汁 红色红色的酱汁 是不是出是什么酱来的 它就是煎到表皮焦香焦香 这样来给你们看 吃起来就是有一种酥酥脆脆的感觉 在外皮 再来就是这个超过的 今天这个 一口吃下去 它算是有一种像在吃糕的感觉 它是偏这个面粉的东西多一点 但就会比较少 它酱是好吃的 我觉得它之前店的酱还是蛮香的 刚刚发现一个内海人的吃法 有台湾的道地人就是跟老板拿一个辣椒酱 它里面就是很多这种红红的辣椒 然后我看它就是放在乳酪上吃 然后我自己试了 试吃了一口 哇 超好吃的 所以你是拿一口这个饭 然后你再上面放上这个辣椒 哇 它是味道太辣的 可能就很好吃 整个提香的感觉 啊 所以吃到来老实讲 肚子超脏的现在 总共就是 叫了这样多样啊 吃到来是250台币 算是还蛮划算的 大家 Let's say 这餐在马来西亚吃的话 我觉得一个卤肉饭 有些就已经是卖到10多块了 真是还蛮推荐来吃这一家的 天天腻 哈啰 大家 所以今天是隔天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 新光三月的山厂 听说这里有一间非常出名的咖啡店 叫做N1 Cafe 据说 连小S本尊呢 都是非常爱这间咖啡厅的 所以我看到它在网络的各大口碑呢 其实都还蛮多好评的 所以就是决定来试一试到底 是不是真的这样好吃 OK 我到了 就是我前面这家N1 Cafe 所以这个餐厅呢 我们是提前 大概两个星期前才预订的 不然听讲哦 如果直接走进去的话 会经常满座 我没有位置 OK 所以我就是刚刚进到里面 其实它就是偏像那种 布拉香的食物 好像那种鸡蛋啊 配牛排啊 这样之类的 但是不得不讲 它的那个选择是真的很多 OK啦 所以我自己也是有做了一点小功课 它是什么出名 所以我就点着它的出名来试试看 OK 所以我们点的东西呢 全部都已经到了 其实我们只是点三样东西吧 你看桌子上现在是满满的 因为它的早餐的组合呢 是有预备了一些 好像面包啊 然后我点的是这个 牛小排早餐 所以它的那个牛排呢 你是可以选它的首度的 就算是鸡蛋啊 还有它的这个side dish 你都可以选择 这个牛排呢 我是选择了 这个七分熟的啦 所以我试试看 所以你一口下去啊 是有带一点点油脂的那种牛排 它不是那种全瘦的 它上面就是有一些黑胡椒粒啊 你也是可以吃到 它不是一个非常重口味的牛排 然后我觉得还有蛮特别的 是这个pashbrow 它是好像是现切煎 啊 炒很好吃耶 拿那个马铃薯哦 切丝哦 过后再拿去煎 吃起来会口感比较丰盛一点 我最爱吃这种pashbrow 而且配上那个蜂蜜又不会太甜 接下来这个是我女朋友点的这个 墨西哥辣蛋卷 它上面这个红红的哦 应该就是那个牛肉吧 加一些番茄酱这样 有一点点像我们马来西亚那种辣的那种 Bolognese sauce搭配鸡蛋啊 里面应该还有一点那种起司 你觉得也太好吃了 好好享受完这餐了 再跟大家讲一下这餐是多少钱 跟到底值不值得来一趟 OK 我们现在吃饱出来了 讲真的是 真的是超级超级超级饱的那种 所以我们这餐总共是1592 我觉得这餐哦 算是有一点点小贵 它真的是分量真的是很足 然后它会给你附送很多东西 像柳橙汁啊 然后咖啡也是可以蓄杯 物超所值吧 算是蛮值得来吃的 所以大家我现在人呢 就是已经到了这个宁夏夜市了 所以据说来到台北啦 一定要来这个夜市逛逛一下 这里人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我想吃的东西呢 基本上呢 都是排队需要排超久 现在呢 我就要直接直奔去 我想要吃的食物了 不要开始排队了大家 第一个食物啦 是叫做 虎骨鸡腿排 它是有三个口味可以选择的 然后我刚才看到它烤的方式 就是很吸引 它放一大堆鸡排在一个贴板上烤 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无骨鸡腿排 你看它就是有这样的三个大的鸡肉块 串在一个串串这样 然后有淋上一些辣粉 试试看看 它烤到它的那个皮是脆的 而且它用的是那个鸡腿肉 所以它整个串串呢 是非常的汁诶 而且它的味道上面就是有淋上那个辣粉嘛 不会太辣的味道 它的辣粉其实味道不会太粥 本身是它那个鸡肉的那个鸡脂的味道比较香 90块钱其实可以买到这个大鸡腿肉 其实我觉得还算是蛮不错的 但是大家来这个夜市真的是还蛮推荐吃一下 大家最后一口 所以我们现在去找下一家吃吃看 接下来我是想吃这个方家的鸡肉饭 所以我就是叫一个鸡肉饭啦 基本上就是有一点像五肉饭 可是它上面是放鸡 然后淋上那个五汁 来试试看看一下 它的酱汁跟昨天有一点不一样 是因为它的这个是偏咸甜咸甜的 然后它上面很多这种煮到很软的洋葱 所以是特别的下饭 这鸡肉饭还蛮特别的 而且它是上面是有很多这种鸡肉丝 它是拿鸡肉切成丝煮了过后再淋上那个乳汁 所以我另外就是有叫一个乳豆腐啦 所以现在试试看好不好吃 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一个白豆腐上面淋上一点乳汁 把它还算是ok 所以那个鸡肉饭已经吃完了 然后这餐吃的还是70元 然后那个鸡肉饭是50元 所以这餐我觉得还算是还蛮满足的 只是那个鸡肉可惜是它太少了 所以下次来的话 可能你可以叫它加多一点鸡肉啦 因为我自己是肉食动物 所以如果鸡肉再多一点的话就完美了 所以我现在就是很想找一个可以解熟的东西 尤其是饮料 我现在真的是特别想喝饮料 所以买了这个巴勒汁一口 真的是整个人直接冷了下来 巴勒汁咯 还蛮特别 因为它的那个口感是很浓厚的 你可以感觉到它是真的是用果实在那边炸出来 然后没有加糖 所以特别的耐喝 终于被我找到这个小红薯超多人推荐 一定要吃的这个烧马薯 它的排队应该很夸张 全部都是在排队的 这个就是它的菜单啦 然后听讲这个是一定要吃的 这个麻薯冰是它的 best seller 那你看看这个麻薯冰 你看它的量超多的 尤其是它的那个花生 跟它的那个黑芝麻你看 所以大家我就是拍到一半哦 已经吃到七七八八了 我才发现哦 原来刚才那个麦的护士已经用完了 但是不用紧了 我还是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麻薯冰呢 我刚才其实试吃了 讲真的它的味道 我个人是觉得超好吃的 因为它的麻薯处理到特别的Q 然后再加上它的那个冰是冷 麻薯是热 所以冷热冷热这样 超好吃的 尤其是当你在夜市吃了很多东西 再来吃这个瘦味 我觉得是刚刚好 下汤啦 特好是甜甜的 然后你吃到那个化身粉 有点咸香咸香这样 所以两者搭在一起 是非常的matching 而且啊它的老板啊 给那个芝麻粉 跟那个花生粉的量啊 是超级不利色的 真的是傻超多的 这一碗东西是75元 我们个人是觉得还超值得 所以大家如果来到这个 宁夏夜市的话 其实还蛮建议 可以来试吃这个麻薯冰 来收一个味 呜 所以已经回酒店冲好了啊 整个人好像重新复活这样了 OK 目前啊我人已经来了台湾 第三天 基本上啦全部食物都算是没有柴雷的 还真的是蛮高的 然后目前如果你问我最回味哪一样食物的话 天天利的乳肉饭 我现在恨不得立刻就是可以坐捷云去吃它 总结来讲呢 我觉得台湾算是马来西亚人非常适合去旅游的一个地方 毕竟他们的食物选择真的很多 然后口味讲真的也非常的符合我们 希望接下来呢 就是可以在台湾可以吃到更多道地的美食 我有点担心是好像旅游客会去的 我自己也是很想知道 到底台湾人呢 他们道地人是吃什么食物的 台湾人有看这支影片的话 可以告诉我 我目前吃到的食物呢 都是旅客都会去的 还是道地人也会去吃的 然后还有什么食物推荐的话 可能也会在下面跟我说 所以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大家 拜拜